今天是315 咱们揭露一下古今中外 全球最大的金融庞氏骗局 就是以美债和美元为基础的 美国金融系统 这个骗局呢 这两天呢 开始被所有人接受和相信 那么从 硅股银行和签字银行的倒闭 和美国这些银行股的暴跌 让大家慢慢的相信 这是一个金融骗局 简单的银行倒闭呢 表面上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前几年美联储乱发货币 然后呢 这近一年呢 就玩命的加息 最后导致银行有亏损 然后有人去挤兑 有人去取钱 最后导致他倒闭 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但实质的原因是什么 实质的原因是 美联储 所搞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国债 然后这个美元现在这个发钞 完全就是一个金融庞氏骗局 这个大的骗局 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发展啊 随着事情不断的发酵 慢慢的啊 有更多的人相信他是一个骗局 慢慢的有更多的人会逃离他 这才是美国崩塌的基础原因 那么美元系统现在呢 还是世界最大的支付系统啊 流通系统啊 万人会储备系统 那么随着这次事件的发酵 慢慢的几个月以后 就会有大更大的事件发出发酵 那么等这些大的事情发生以后 美国这个美元系统就崩掉 这个骗局呢 已经维持了很久了 已经维持了很久了 也该崩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历史给美国这个金融系统 挖了一个坟 现在呢 有大量的这种丝线 拉着这个美元系统 慢慢的啊 这个历史的仇人带着他 往坟墓里走 然后呢 美国这个金融系统呢 他自己又发出了很多四线 他为了求生存 他会拉住很多人 首先呢 他会拉着美国政府 拉着英国 日本 以色列 这些美国的小弟 这些国家 还有很多四线呢 拉着全球的所有的金融系统 什么银行啊 投行啊 券商啊 保险公司啊 这些 然后还有啊 81条 线 拉着全球的老百姓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凄惨 非常的惨烈 慢慢的 他们都会被拉进 那个历史给他准备的分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全世界看着啊 东方有一个大国啊 屹立不倒 美国呢 是想把东方大国也一并拖进啊 历史的坟墓 但是东方大国呢 轻轻的啊 把他身上那根丝线 拿了下来 那个丝线呢 看似牢固的接触点上 其实是一个用美元的绿线 做的花圈 东方大国轻轻的 微笑着把这个花圈 抛进来 他 这个花圈呢 就跟美国一起 进了历史的坟墓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东方向美国望去 你会发现美国的天空是绿色的 那是已经碎掉的美国的绿纸 组成的乌云 在慢慢的埋葬 美国政府 这个坟呢 从外表上看 全都是绿纸 埋着美国 那么要不了多久 你会发现那块土地上 遍地的啊 尹君子 流浪汉 他们走起路就像丧尸 而且由于枪支的泛滥 这些丧尸随时会被射杀 如果你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 那么你就去美国吧 如果你不想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所有人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逃离远离美国的金融系统 OK 咱们今天的春日 谢谢大家 再见